中秋是中国的传统假节 因中秋节月亮圆满 象征团圆 婴儿又叫团圆节 每到中秋 家家户户便会围聚在一起 吃月饼 赏月 聊天 每年的中秋节 香港多区议会举行彩灯展览 彩灯会 灯迷会 吃饱喝足后 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赏花灯 看表演 几乎成了一项惯常的中秋活动 然而 今年的中秋节 由于持续三个多月的动乱 却有不少人难以团圆 李太太的丈夫是一名警察 自六月以来 夜以继日守护着香港 在和家团聚的中秋节里 为了让更多人安心团圆 他们只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李太太称 往年全家会到公共婆婆家吃饭 如今最好最安全的过节方式 只能和孩子一起 守在家中 中秋节本来是一个大家团圆的时间 我先生又不在家 我又不敢出去 因为我小朋友是很喜欢热楼的 他喜欢玩 这样的情况 我想都没有小朋友在楼下玩 他有时候就说 我要爸爸 我现在为了说 你爸爸上班 他说 他就看电视 就是说 爸爸在上班 很辛苦 他都会理解 他有时 一旦 whatsapp message 就说 爸爸加油 爸爸小心点 出品好外星 有的人无法回家团圆 有的人 则无法外出相聚 2018年的这个时候 李小姐度过了印象最深的中秋节 那一天 她所在的社区附近 张灯结彩 家家户户外出赏灯 在空旷的草地上 大人们铺上野餐布 倒上红酒 三三两两记着看天说地 孩子们则追逐兮兮 毫不热闹 今年 一切已是不同光景 那个场地那晚 好热闹 九点十点几都好像 还好像过年那样 就很多很多的人 在那里野餐 有些就在那里有花灯 我们有几个好朋友 就买了很多我们喜欢的小灵石 就坐在那里 小孩就在那里跑 在那里跳 我们就在那里聊天 都晨一年多了都不舍得回家 今年我们都没什么心情 是搞这些风花树雨的事 安全最重要 就希望有点点的宁静 平静 这个就是唯一的心愿 对于王小姐来说 一餐中秋饭便是过节的意义 王小姐工作所在的国际贸易公司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 每年中秋佳节 大家便会聚在一起 吃一餐中秋团圆饭 今年团圆饭依旧在 氛围却已不在 其实我都很爱这个公司 我转了两间 但是两间公司我都很喜欢 比如我一直生小朋友 家里人都有人生癌症 大家很关心我 我觉得有些同事已经和我家人一样 但现在这个事情 有6月份开始之后 现在其实大家已经不聊天了 以前每一年中秋和过年 公司都会吃饭的 今年我们中秋饭都刚刚吃完 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聊天 大家都只是讲公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真的觉得香港病了 所信这样的不能团圆 只是暂时 对于未来 大部分人还是充满信心 李太太相信 忙完这一阵 丈夫就会回家 孩子也能依旧和以前一样 听自己的英雄爸爸讲故事 李小姐新认识了一帮 志同道合的新好友 他们相互鼓励 勇敢走出来发声 呼唤社会重回理性 王小姐的中秋饭不欢而散 却加入了好几个年轻妈妈群 大家一起分享做财心得 群友成了她的新家人 月有殷勤圆缺 李小姐说 下一年的中秋节 相信可以月圆家圆 真美满 很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